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补足全部的漏服剂量 部分病人需要根据冬夏季来调整TSS水平的变化 调整优甲肋的用量 一般冬天要适当的可以增加 夏天适当的要减少 优甲肋口服后大部分在小肠的上段被吸收 为了保证能充分的吸收 应在间隔足够的时间以后 再服用某些特殊的药物或食物 与维生素资本品间隔要一个小时左右 与含铁钙的食物或者药物间隔要在两个小时左右 与奶豆制品间隔要四个小时左右 与萧胆胺和酱脂降素间隔要12个小时左右 每次调整优甲肋量后四周左右 年长的可以适当的延长 TSS才能达到逐渐的稳定状态 认诊期间不可以盲目的停药 因为与牛奶豆类食品间隔要四个小时左右 建议患者服用优甲肋期间 早餐是否要改变 不要再食用牛奶豆浆等其他豆子病 可以改在中餐或者晚餐食用 请离开转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